韩式鸡蛋拌饭 大蒜压扁 青椒切碎 洋葱切成丁 小葱切成碎末 大蒜也切成碎末 倒入碗中备用 水开放入鸡蛋煮五分钟 再熟一点的话呢 可以继续煮五分钟 可以用手机来寄个石 放在冰水中鸡蛋很容易剥皮 清水180毫升 糖浆50毫升 生抽120毫升 盖上保鲜膜 腌制4个小时以上 可以用绳子将鸡蛋切开 精盈剔透的蛋黄没有腥味 腌制鸡蛋的酱汁 再放一点海苔碎 搬上米饭 你一定要试试这个糖心 这个糖心蛋特别好吃 最后一会儿 是 谢谢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